BK班中国巡演再启动 成员胜利加盟 加油美少女 现场热舞 水晶男孩时隔16年付出歌坛 护肩老底 外界心理团成员公开 美貌与一等身材也期待 外界签约也看脸了 承包老公根本听不下来 今天小伙伴们就跟Mateboy一起来看看 2016年外界娱乐都有哪些大动作吧 BK班中国巡演再启动 胜利初期综艺 Top现身电影节 自从去年发表了新专辑Mate之后 BK班在中国展开了浩浩荡荡的巡演 八大城市数十场演唱会 外加各种家场 还是有不少小伙伴买不到票 急得挠墙 再三大腾讯直播的首尔最终场也收获了高达16万的观看人数 不过即使这样也远远满足不了想见欧巴的迷地迷妹们和各路明显们 从鲜肉级的易烊千玺到女神级的Andra Baby 再到音乐教母级别的韩红 可都是BB家的头号贴粉啊 好消息是 从6月开始 BK班中国巡演再度启航 这将是Top入伍前 BK班已完全提的最后一轮中国巡演了 小伙伴们 且看且珍惜吧 虽然Top即将入伍 但崔演员和张博之合作的电影 失控幽灵飞车很快就上映了 我们踏步同学还在前几天出席了上海电影节 遗憾的是 司机大叔当晚开错了路 无力逃跑错过了红毯时间 只在迭离时的观看席上露了一个镜头 不过BK班忙内胜利 会在最近三个月中 活跃在咱腾讯视频的加油美少女生哦 我们李校长这次变身导师了 不仅全程中文溜的不行 还亲自上阵 现场将女学员大跳热舞 水晶男孩付出护金老底 签外季因成员是杨社长大就和 以1996年为起点 2003年为分水岭的韩国一世代爱豆组合 过去新生代的韩粉都知道HOT 但却不一定了解 当时另一个红透半变天的组合 水晶男孩 90年代 德艺中 一围六颗水晶的他们 在一出道就闪耀了整个韩国交界 经历了三年的活动全盛期 2000年5月18日 水晶男孩却突然没有征兆地宣布了解散 时隔16年 给粉丝们留下无数遗憾的水晶男孩 再次合体 出现在了无限挑战 土土歌谣的舞台上 随后韩国剧头娱乐公司 外界就宣布 与五人签约 水晶男孩 再次以组合形式 付出韩国歌谈 至于此次付出选择 切运外界 原因会不会是向大家说的 因为成员里载战 是杨贤说的大舅哥呢 收获了和大师组和 比克班同等合约待遇的五人 还首次在节目中公开了 二十年前出道时期的秘密 解散后的水晶男孩们 在16年间 斗着各自不同的视野和生活 张水月专攻演技 转战演艺圈 还与JYJ俊秀成为了生意伙伴 金载德竟然在HOTTORNEY的公司工作 曾经的竞争对手 如今同吃同住 两个人简直好成为一个人 队长殷之源 也没有放弃音乐 继续发专辑 更是在综艺界 因出演两天一夜 以傻瓜形象被记住 作为野生天团211的一员 因出丁出演的新修计第二季 正在腾讯视频热播 YG新女团成员美貌强劲 男团ICON 拍一道赛班党 五月末 YG官方发布了 将在接下来的每周 公布一名新女团成员的消息 话说自从09年推出女团 21后 YG就再也没有过 任何新女团出道了呢 七年里 外籍新女团的传闻 一直没断过 但这次 粉丝们终于真切地感受到了 新女团即将出道的实感 第一位公开的新女团成员是 1996年出生的 金智妮 在外籍五年的练习生涯中 担当过诗歌全职龙MV的女主角 还与GD有过多次舞台演唱的经历 第二位成员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位泰国旗成员Lisa 除了精通泰语 韩语 英语 日语外 还有着标准女团的颜值 和模特的曼妙身材 早在2012年 YG就公开过Lisa的舞蹈视频 最新公开的第三位成员 金智秀 大家是不是更脸熟呢 广告MV电视剧 妹子通通都拍过呢 YG新女团不断放出大招 新男团Icon势头正进 刚刚完美受惯了中国巡演 而康曼到塞班的旅行DVD Tony's Summertime 也将在惊吓与粉丝见面 YG究竟下了多大一盘棋 城邦老公根本听不下来 蔡饭圈一直流传着 YG签约的艺人 只看才华不看脸 不过买这波仔细看了看 最近与YG签约的艺人 青衣色的模特著称啊 颜值那也是可以撑起一片天的呀 行男车胜员 防腐机美男江洞员 国民男友男祝贺 统统都是YG演员LINE的代表 不久前 YG还和大势鲜肉李中硕 签下了专属合约 这位自弹美颜效果的猎人 正忙着拍摄新剧 搭不露两个世界 这部奇幻爱情剧 我大腾讯稳稳地拿到了版权哦 最近李中硕还低调考进了 母校建国大学电影学系研究所 攻读电影演技MFA实际硕士 想不到演了那么多高智商天才男主的二硕 真真是个学霸呀 最近还有一个重磅消息 承包了那么多男神的外籍公司 已经和咱大腾讯联手合作了 别怪麦德波没告诉你 以后看老公就来腾讯视频外籍频道吧 为了全方位的照顾粉丝们的追星嘛 外籍官网还推出了一系列周边 比个半熊师骂的麦德波也想要一只啊 再看看龙哥代言的新美妆 是不是感觉李友巴又进了一步呢 扫二人码关注官方微信 欢迎大家爆料 被选中爆料者 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哦 本节目由腾讯视频和刻意传媒 联合出品